原末,各地反政府武装揭竿而起,朱元璋等异军领袖高举大旗,颠覆了蒙元统治。 在朱元璋统一中国的过程中,曾遭遇过几次艰难的恶战,其中最波折的莫过于湖南一役。 相传,某日朱元璋率领大军,截杀逃难的乱兵。 突然,朱元璋在马前几张外发现一个背着孩子的妇人,这妇人手里还牵着一个娃娃,正在泥泞中艰难的行走。 朱元璋见被妇人牵着的小孩仅有四五岁,一群一拐,正在嚎啕大哭,可妇人背在背上的孩子却足有十几岁。 朱元璋是个暴脾气,见到此情景十分气恼,于是便拍马赶上,对那妇人说道, 你这妇人好生无理,为什么拖着小的背着大的? 妇人听罢,眼泪不停地流下,对朱元璋说道, 大人您不知道,大的孩子是我的小叔子,他的爹妈都被乱兵杀掉了, 亲人只剩下我这娘俩,我需要好生照料。 至于手里牵着的,则是见切的骨肉,妥小背大,世俗无奈之举,还望大人莫要见怪。 朱元璋听罢,深受感动。 为了保护这名妇人,朱元璋在原地插了一面姓黄旗,对左右说道, 所插姓黄旗田令,严禁兵马进入,为令者斩。 有朱元璋的军令在,所有异军都不敢戒约雷池。 逃难的老百姓越来越多,他们都聚集在妇人所在的秋田里。 后来,朱元璋血起湖南,唯独这一秋田的老百姓幸免于难。 在我国历史上,民间传说都如牛毛,既有旁观者亲眼目睹传颂的,也有好事者凭空捏造的。 朱元璋血起湖南这一野史,发生于原汁正24年,当时陈有亮救部集一残员势力,盘踞湖南。 所以,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略长沙,在此期间,朱元璋的人马足足打了四年有余,取得了最终的胜利。 湖南一带经历了长达多年的战火洗礼,田园荒芜,百姓亡散,宛若人间炼雨。 明初长沙尚存多少户,仅已不可考,地方限制的记载也比较模糊。 湘潭土著仅存数户,为了让百费待兴的长沙恢复往昔的繁荣, 朱元璋从江西前大量移民入湖,允许插标占地,自此揭开了江西田湖广的序幕。 据传,在陈有亮盘踞湖南的过程中,得到了湖南地区百姓的支持。 由于陈有亮在三乡地区升得明星,所以朱元璋在攻略该地区时大费周掌。 在攻陷湖南之后,残忍的朱元璋学习三乡。 在朱元璋的血腥土路之下,湘潭地区的人口有几十万,骤减至两万。 以当地长宁县为例,早在宋朝崇宁年间的人口普查中,该地区本有人口九万九千人。 经历了洪武学习之后,直至永乐年间,长宁县的人口才勉强突破五千人。 这个数字中还包括了屯兵户,湖南人口凋零,所以朱元璋不得不搞一次人口大迁移。 虽然,我们无法验证朱元璋是否真的学习了湖南,但湖南地区绝对是原末明初受到战火波及最严重的地区之一。 此外,明初过后,湖南地区的人种被彻底换了一遍,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 明朝建国以后,朱元璋在当地实行了一系列政策,其中包含招负流民,释放奴隶,鼓励农丧,劝客开墾等等。 除此之外,朱元璋自江西等地征调大量移民,扩充了湖南地区的人口。 绝大多数移民都是江西人,也有少量移民来自湖北和安徽。 据当地人说,刘洋的客家人就是在朱元璋学习湖南后自广东江西两地迁移而来的。 因刘洋地区的外来人口比较多,就形成了十里不同因这一极具特色的情况。 时至今日,刘洋市的客家人已突破三十万,这些客家人分布在东乡的各个乡镇中。 虽然距离江西田湖广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,但刘洋地区的客家人仍保留着传统的客家语言与习俗。 许多生活习惯也与广东客家人相仿,现代的湖南人超过四成的祖籍都在江西。 可以说,许多湖南同胞向上属时代,其祖上都是江西人。 大多数移民到湖南的江西人在江西地区仍有亲戚,例如姨娘,姑姑,舅舅等。 每一年仍会有许多湖南同胞前往江西探亲,探望远方的表哥表弟,表姐表妹。 江西人来到湖南,湖南人往往会习成老表来了。 所谓老表,意思就是表亲。 从这个称呼中,我们就能从中体会出浓浓的血缘关系。 最后,笔者再生命一点的是,据现有资料和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,谭其湘先生的研究。 江西田湖广的移民进城之史,远在明代以前,至少可以追溯至唐朝。 而且,江西田湖广,在明代也不止洪武一朝,几乎延续至明末甚至清初。 再者,迁入湖广的一名,虽然江西占大多数,但也并不止限于江西一省。 安徽,江苏,浙江,广东,福建,山西,陕西,河南及河北等省皆有。 所以,历史真相到底如何? 朱元璋学习湖南的民间传说到底是真是假,就人者见人,智者见智了。 朱元璋学习湖南ικют简单